音樂 好 我們就先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來談一個算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等一下有時間再來談 看來大家對那個矩正或什麼還是會有一點問題 我等一下再來談一點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假設我有一個系統就長這個樣子 三階的 當然可以寫成N階的 不過上課用三階的 你們回去自己看N階的 看起來會比較容易對應 你們有用Side mode做嗎 這句話問什麼 Disturbance是不是matched 是不是matched 是matched 只要上Side mode以後就怎麼樣 它就不見 它已經不會再影響我們這個系統 這是第一個 好來 那為了要去對付這個D 要把它控制到X等於0 在這種條件 在這種條件之下 我到底要怎麼做 我到底要怎麼做 那傳統上來講 我們可以用State feedback對吧 State feedback U就等於 負的K1 X1 負的K2 X2 減掉K3 X3 這是很傳統的State feedback OK 那利用這種State feedback 我當然可以做K1 K2 K3 那一部分我們後面再來提 這一邊我直接就切入Slide mode 所以設計它的時候 第一步 第一步的做法 你先Choose S 那S應該是什麼 C1 S1 C2 S2 C3 C1 S3 OK 這很簡單 有幾個變數我可以選擇 這有幾個變數我可以選擇 三個 C1 C2 C3 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要滿足一個條件 是嗎 CB不能等於0 對不對 對不對 C B 會等於什麼 CB C1 C2 C3 B 是多少 這個B是多少 001 001 對不對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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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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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個, let them, OK,這第1個,好,很簡單,先得到這一個, and S 會等於 C1 S1, C2 S2,加 X3,變這樣,用掉一個變數了,剩幾個變數?兩個,你只能用兩個變數, 這是一個三階的,有幾個 eigenvalue?三個,你應該要選三個 eigenvalue嗎?不是, 因為有一個0分選,你只能選幾個?兩個,你有兩個變數,合理,對不對? 看出那樣的關係沒有?好,那有這個以後呢,我們就開始來看要怎麼樣來選擇那個 equation control,對不對? 所以,不是,你會問好,選擇那個S dot,用S dot等於0來選擇那個u,OK? 所以從這裡呢,因為S是這一個嘛,hands,S dot會等於什麼? C1,S1 dot,C2,S2 dot,X3 dot,配到這個,那S1 dot是X2,S2 dot是X3,OK? X3 dot是多少呢?是A1,S1,A2,S2,A3,S3,加上u,加上d,OK? 這是我們的S dot,好,所以從這裡我就知道了,這個 equation control是多少? 這邊,因為CB等於1嘛,所以你看這裡是1而已,對不對? 所以,equilibrium control事實上是負的A1,S1,負的A2,加上C1,S2,負的A3,加上C2,X3,OK? 然後再加上,來減掉D,這是我們的equilibrium control,equilibrium control怎麼得到的? S dot等於0,S dot等於0的時候,這個等於0的時候,u等於ueq,所以ueq等於多少呢? 把這些全部搬過去,所以全部變一個負號,看到嗎?可以理解嗎? 那,u等於ueq的時候,x dot等於0,所以ueq是這樣的,那這一項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ueqnominal,加上ueqtegal,OK?會有這兩項。ueqnominal是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負的A1,S1,負的A2,加上C1,S2,負的A3,加上C2的X3,然後是這一部分,就這些。 這三項,這三項,叫做ueqnominal,然後ueqtegal會等於負D,OK? 那,這一個ueqtegal的max呢?當然就是等於第二項,因為它要比這個ueq來越大,就是第二項。 所以從這裡呢,我就知道了,我的u怎麼選呢? u要等於,ueqtegal,然後減掉,多少? ueq,這一個的max,加上sigma,sin,S,OK? 你必須選這個樣子,然後其中的這一個呢,是大A0的。 要多少?隨便。選很大好不好? 那就很快,逼近。選很小的話呢,慢慢逼近。 懂嗎?所以那個sigma這一邊呢,是你可以自己去選的,OK? 這裡可以自己去選的。那利用這個式子呢,such that,會使得什麼呢? 會使得s,s.會等於s,s.是什麼呢?s.在這個地方,s.在這裡。 s.剛好是u減掉ueq,ok? 這個s.剛好是等於u減掉ueq。當u等於ueq的時候呢,s.等於0。 那,ueq有utegal,在這裡減掉不見了。所以這一邊剩下什麼呢? 剩下這一部分,負的,這裡是用大delta。所以是delta加sigma,sin的s。 然後呢,去減掉,減掉ueq,在這裡。那,減掉ueqtegal,所以加上d, s.對。會變這樣。s dot,就這樣。OK? 所以這會等於什麼呢?這會等於s乘上3s,就是s的絕對值。 所以是负的delta s绝对值 然后再加上sd 再减掉sigma s绝对值 然后这一项的大小比这一项大 它的负的 所以这两项加起来是负的 因此它会小于负的 所以满足我们的proaching跟sliding condition 就是ss dot会小于这一个 这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整个设计事实上是这一个 事实上是这一个 Therefore u会等于 u eq nut是负的 a1 s1负的a2加c1 s2 minus a3加c2 x3 然后再减掉 delta加上sigma sin s 这一个呢 这一个呢 will satisfy the approaching and sliding condition ss dot 小于负的 a which guaranties that guaranties the trajectory reject the sliding mode in the final time and stays thereafter 之后就停在那一边了 所以我们的控制呢 是长这样 控制完了 再来要设计什么 c 对不对 不要忘掉了 设计c要做成什么问题 要把它带到s等于连去 ok 对这个stability problem呢 我们来看一下 divestate system behavior呢 是s s等于什么呢 s等于c1 s1加c2 s2加上 s3 等于0 这第一个 对吧 你记得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 s dot 等于 s dot等于什么呢 i 减掉 b c v inverse c a x 加上 i 减掉 b c b b inverse c d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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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b n b n b n b b n n b 不要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一边 这一边是0 因为没有DMM 我们没有DMM DMM已经被我们消掉了 所以这一边是0 不用看 换句话说 我的系统 是由这一个跟这一个来的 这两个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真的去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会是长什么样 I去减掉 B C B Inverse C A 这一个 这个矩阵 要先看 OK 那这个矩阵 刚刚有同学 也提出来了 所以大家在这边 要慢慢去思考一件事 这个就等于0 对不对 因为C B inverse 这是B C Cancer掉了 1-1等于0 是这样 对还是不对 对啊 那那个 这样子不对 哪一个不对 重點在哪裡 重點 BC不是數字 CB是數字 CB是多少 E對不對 C乘以B是E 因為我C3取E C3 剛剛不是C1 S1加C2 S2加C3 S3 C3我不是取E嗎 所以C乘B這是E OK 那這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E1 E 這一個 然後減掉 B長什麼樣子 0 0 1 C乘以B是E 對嗎 Inverse 那我們的C是多少呢 C1 C2 E 這是我們的C 看到嗎 然後整個 外面要乘以多少 A喔 A4 0 1 0 0 0 1 A1 A2 A3 所以 是會長這樣子喔 看到嗎 所以 這一邊不是說 這個inverse 說這兩個cancel掉 為什麼 這是一個方正喔 這兩個乘起來是一個方正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 這個是1 然後第一項是什麼呢 0 所以這一項還是1 這是0 第二項是這個乘以這個 還是0 這個還是0 所以 這一個並沒有變 OK 第二項是 這裡是1 但 在這裡呢 是 這一個乘這一個 是這樣乘 就還是0 所以還是 0 1 0 沒有錯 OK 第三項這是1在這裡 這0在這裡 所以他乘他 c1 減的 所以 負 c1 這一個是0 減掉什麼呢 這一個乘這一個 c2 OK 然後這是1 減掉這一個 所以是0 OK 好 然後 這一邊是多少呢 是0 1 0 0 0 1 A1 A2 A3 OK 所以 乘下來會等於多少 這個乘這一個 就是這一排 對嗎 這個乘這一個 就是這一排 OK 那 這個乘這一個是多少 這個 0 對不對 那 這個乘這一個呢 這個 負C1 然後 這個乘這一個 負C1 負C1 OK 變成這樣 看到嗎 那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s1 s1 s2 s2 s3 會等於什麼 這會等於什麼 0 1 0 001 0 負C1 負C2 然後是 s1 s2 s3 對吧 我是不是哪邊都算錯了 我是不是哪邊都算錯了 OK 就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 第一行 s1到等於s2 對吧 第二行呢 s2到等於什麼 s3 對吧 第三行呢 s1到等於什麼 負C1 s2 負C2 x3 是不是這樣 會變 這一個式子喔 看到嗎 請問 這一行是什麼 這樣 這樣 來看喔 我們知道 我們有一個叫s c1 s1 加c2 s2 加s3 是不是要等於0 對吧 那 s1 會等於什麼 c1 s1 就是s2 c2 s3 加s3 dot 是不是 是不是也等於0 所以 s3 會等於什麼 負C1 s2 負C2 s3 這什麼意思 我最後這一行 被誰取代掉了 s2 等於0 被s2等於0 取代掉了 ok 好我稍微做一下 總結 在 sliding mode裡面 在sliding mode裡面呢 s c1 s1 加s2 加上 s3 應該等於0 ok 然後呢 這一個 s dot u等於 u1 q呢 也應該等於0 對吧 u等於u1 q應該等於0 那這個等於0 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這個微分 要等於0嘛 所以你把它微分 會變成多少 s dot等於 c1 s1 dot 加 c2 s2 dot 加s3 dot 好 這個要等於0 ok 那你們 u1 q在哪裡呢 實際上是在s3 dot s3 dot 這裡面有一個u1 q 但不論怎麼樣呢 這個意思就是 c1 s2 加 c2 x3 加 x3 dot 會等於0 這邊呢 是 depends on u1 q x3 dot 跟u1 x3 dot 等於什麼 a1 s1 加a2 s2 加a3 s2 加上u1 q 加d 對吧 第三行 第三行 是這一個 那這個當然是s3 dot 等於 c1 s2 c2 x3 是等於這樣 是等於這樣 ok 到這一邊 到這一邊 當然就要問了 那我們 弄了好半天 最後這一行也沒什麼好做了 那我整個系統到底會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個 s c1 s1 c2 s2 加s3 等於0 第二個 s1 dot s2 s2 dot s3 s3 dot 等於 a1 s1 加 a2 s2 加 a3 s3 加u 加d ok 好 這一段要開始慢慢的我要開始做總整理了 剛剛前面那一段聽亂了沒有 亂了 好夠亂了 對不對 好來 慢慢收回來 剛剛那個音樂都是套公式 我想隨便弄一弄你們回去看都有東西 但是觀念在這個地方 上sliding mode以後 s一定要等於0 s等於0跟我們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s1 s2 s3 是有關係的 對吧 只要兩個決定了 第三個就怎樣 就決定了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從某一個角度上看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可以被另外兩個來決定 那如果更單純一點講 我現在要設計的是什麼 設計的是C1 C2 事實上等於我在設計什麼 對 但是事實上在設計 注意聽這個概念 在設計x3 我是不是在設計x3 對吧 C1 C2 x3 因為x3等於什麼 負的C1 x2 C1 x1 負的C2 x2 某種程度上就在設計 那個C3 x3 對吧 好來 那現在一條一條來看 我 音符把它改了以後 這三條 有哪兩條方程式不會受它影響 前面兩條對不對 這兩條會不會受影響 不會嘛 我管你用什麼方法 我永遠是對的 那這一條會不會受影響 會嘛 U等同於UEQ嘛 你是設計 那弄完了以後 我突然發現 這一個等效是什麼 x都等於0嘛 x都等於0 x當作一個parameter的話 x當作一個valuable的話 是什麼意思 我會有一個 eigenvalue在哪裡 0 對不對 x都等於0 如果s本身我現在變變數 我的變數本來是x1x2x3對不對 我現在把變數變成什麼 x1x2跟s 是變成三個變數 所以你們看 這裡有三個變數 x1x2跟什麼 xs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s是跟x3有關嘛 我只把它換掉而已嘛 結果弄了老半天了 你會發現 第三個變數竟然很微0 所以我有一個 eigenvalue在哪裡 我確定一定會有一個 eigenvalue在0 那另外兩個 eigenvalue要怎麼決定呢 他說這個x3啊 我就把它當作一個v input 把它當input很一樣 ok 而且這個input跟誰有關 我看 跟我縮減掉的狀態有關 我本來有三個變數 x1x2x3 現在我有幾個變數 兩個 叫x1跟x2 我本來一個input叫u 因為equival control取代掉了 沒什麼好玩的 顯現不出來了 可是因為x等於0的關係 讓我感覺我x3是可以設計的 所以我的x3就好像一個什麼一樣 input一樣 它就像一個input一樣 所以這一邊呢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s1 dot等於s2 s2 dot等於v 請問這個v你要怎麼設計 pore placement 對吧 有沒有學過 eigenvalue就可以進去了 ok 所以在這裡你事實上就可以設計囉 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它的 eigenvalue是多少 ok 所以從這裡開始 我們就要來看怎麼樣呢 來解決它 把它回去呢 畫成了一個最簡的分式 我們用s1來看 那怎麼看它呢 注意可以 在這邊大家可以慢慢看 就是s2 dot是v對不對 s1 dot是這個 所以s1 double dot是等於什麼 s2 dot是等於什麼 v對不對 好 s1 double dot等於v v會等於什麼 v就s3嘛 s3是等於什麼 x3是等於什麼 負的c1 s1 負的c2 s2 對吧 是不是這樣 s2是什麼 s1 dot 對不對 所以負的c1 s1-c2 s1 dot ok 最後得到什麼 s1 double dot s2 加上 s2 s2 s1 s1 等於0 ok 請問特徵方程式是多少 特徵方程式是 lambda 平方加c2 lambda lambda d1 等於0 t2 b1 b2 t2 t2 b2 b2 t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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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等於 lambda -lambda 1 乘上lambda -lambda 2 ok 所以你可以先選 lambda 1 lambda 2 就得到什麼 得到c1 跟c2 ok such that c1 等於lambda 1 乘上lambda 2 c2 等於 lambda 1 加lambda 2 看到嗎 我不再這樣繞一圈下來 大家感覺怎麼樣 為什麼它叫做最簡單的 simplest equation 的system 因為這是一個很直覺就可以這樣設計的 那詳情請看課本 ok 課本裡面呢 寫得更單純 我想這邊最叫我只把一個東西表達給大家看 這裡有幾個關鍵點 注意 我本來有n一個stave variable 因為上s等於0的關係 有一個stave variable會跟其他stave variable有關 我可以把它拿來當作什麼 控制器 我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控制器 當作誰的控制器 一個系統呢 那個接數-1的 每上sliding mode 你想想看我本來在平面 跑到一條直線上 我的接數有沒有-1 對吧 我本來在三度空間 跑到一個平面上 我的接數有沒有-1 有嘛 所以valiable當然少1 所以你本來有三個根的 當然就剩下兩個根嘛 對吧 那你就可以把其中一個valiable呢 把那些跟input無關的那些方程式 那n-1條方程式呢 其中的某一個變數當作什麼 當作你的input就好了嘛 你就可以直接設計 ok 就是利用這種設計方式 那大家當然心在想 你這個保證 誰帶到0去 這個 這保證誰帶到0去 這只有保證x1到0去 記得吧 這條方程式是哪一條方程式 是這一條 是x1 那請問x1到0去的 x2有沒有到0去 因為x1倒是等於x2嘛 所以x2有沒有到0 有嘛 所以這一個呢 也保證x2到0去的嘛 那x1到0去 x2到0去 x明明又要等於0 有沒有保證x3到0去 還是有嘛 ok 就這樣 所以一擠一擠往下推 就到了 ok 看清楚沒有 現在變魔術一樣 不過這是第一次接觸了 我們這禮拜會有一個這個題目 大家回去呢 就稍微去設置一下 然後去拉一下那個 那個 MATLAB 拉一拉 大家就知道了 ok 有問題嗎 還沒還沒下課 還沒下課 我們還有東西要講 好 我的系統因為上sliding mode以後 我本來三階的 降成幾階 兩階 對不對 剩下他們 可是這裡還是有三個變數啊 這邊有一個x3對吧 那這個x3 既然是跟另外兩個有關嘛 而且另外兩個的關係 我是可以設計的 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 負的c1s1 負的c2s2 這兩個變數我剛好可以設計嘛 那不是剛好就可以直接做嗎 是不是就像input一樣 這邊的角色就像一個新的輸入一樣 那以後我們都會用這種概念 都有這種概念 怎麼去選那個c 事實上就是order reduce 當這個order reduction確認以後 我們事實上已經promote出來 我們去增加一個那個input的一個量在那裡 雖然我們的空間被限制住了 但那個量會讓我們把它視為input 把它帶到那個我們要的控制目的去 OK 大家回去 有些東西要用想的 不要被這些數學式綁住了 那個每一個都有一點那個概念在裡面 那這邊還沒有完全把次序講出來 這個設計是有步驟的 我們步驟還是沒講 那大家先去稍微理解一下 回去自己稍微去玩一玩 反正兩個禮拜可以玩 來 還有問題嗎 老師 所以可以直接把它講成說 我們就設計一個s等於0的平面 然後那個平面是過x1x對x3等於0的 對 一定要 然後我們要設計它的盤數 讓它不夠低低的 對 對 就是要設計那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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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彎好 好 那個髮向量是多少 C1 C2 1 就是它的髮向量 對 你髮向量一定要弄好 了解吧 還沒問題 應該不會很難 那課本事實上我覺得我寫的已經夠詳細了 等於是我已經 這一部分就是課本裡面應該第三章 大家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沒有問題的話呢 你看我們回到這幾個議題 在線性代數裡面 像你們線性代數在學什麼 學s 不是一種mapping 但是還有各式各樣 尼亞吉巴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它在處理的就是向量 OK 不要講別的啦 它就在處理向量 那所以在第一章開始呢 就開始跟大家介紹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Column Operation 就是航向量的運算 航向量的運算 航向量的運算 那這一段呢 修過我課應該都聽過了 不過我還是要再講一下 OK 什麼叫做Column Operation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探討的 向量空間的向量 所以它是Column 那你要是係數的話呢 是前面 是Low Column 這是Low的Vector 這是Column Vector Column Vector 如果A本身呢 我們不要寫太多 就是A11 A12 A21 A22 S1 S2 這個式子 你到目前為止 你如果想要進入這個向量領域 一定要先把它想像成底下這個式子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任何一個矩陣乘上一個向量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這個矩陣的航向量空間的一個組合 OK 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 X1 dot X2 dot 這個 為什麼會等於AX呢 因為它是 X1的 A11 A21 X2的 A21 A12 A22 加上什么呢 加上V1 V2 U X.等于AX加VU AX事实上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X的速度 向量的变换速度 X. X是空间中某一点嘛 它的速度 它要往哪边改变那个方向 由谁决定 那个方向呢 在A matrix的方向 它有两个方向 你要是有三接着三个方向 四接着四个方向 那每一个方向 那个倍数是可以调的 OK 要是这两个方向一样的话 那没办法 你永远都只能改变一个方向 所以这两个方向 越多变越好 还是越固定越好 当然变化越多越好 变化越多表示什么 我可以控制嘛 我可以任意调整嘛 所以可控性会跟A的 那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rank有关 就是有几个独立的向量有关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一个呢 这个很重要 这边要是不够的话 我这边要设计的时候 设法把那一个 跟他们不一样的向量 加进来的话 你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量 要是这边跟这边都完全一样的话 那意思是什么 那边一框架在那边拉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contrability是由谁决定的 由A跟B来决定 contrability嘛 你们如果学过都知道 B A B A平方 B A三方 B A四方 B 就是因为这样来的 你的X想要带到任何地方 就是X dot要做变化 你这个向量空间的自由度必须够 如果这些自由度太少了 表示你能活动的空间就减少 这叫column operator column operation 那这个也很重要 为什么说C A等于0 C A等于0 它的那个行列式子就等于0 因为C A事实上是什么的operation 是Low vector operation 还是Current vector operation Low 对不对 这个等于什么 这一层对吧 是C1乘上A1 1 A1 2 加C2乘上A2 1 A2 2 它是这一行几倍加上这一行几倍 对吧 如果今天C A等于0的话 是什么意思 是表示说呢 我可以把 把某一列乘上一个倍率 加到另外一列去 结果等于0 是不是有一行就变成0了 对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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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t 那既然加到那一行等于0的 所以行列式子等于多少 0嘛 行列式子就是加加一等 你可以这样求嘛 懂吗 所以C是它的什么space 是这个极端是这个极端的什么space 是这个极端的什么space 如果等于0的话 nonspace 就是所谓的那个nonspace ok 那这里面呢 大家要慢慢的去了解这些不同的一些概念 那鬼点也是一样 鬼点刚刚刚本来后面再讲 可以不过这边直接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s呢 s呢 是 这一个 这会等于什么呢 这一个 这事实上有一个向量 你dot这一个 是xdot 对不对 那这会等于什么呢 是 dx dx 这叫gradient s xdot 事实上是什么 是f哦 你记得吗 因为xdot等于f 我们刚刚的 那个方程式嘛 这一个dot 等于0是什么意思 是表示两个向量垂直 所以 这边当然不一定会等于0 为什么 因为一个这一边一个这一边嘛 但是什么会等于0 gradient的 sdot f的eq 是会等于0 feq是沿着什么 沿着这个切线 对不对 gradient是在这里 所以这两个dot一定会等于0 这个会等于0 看懂这意思吧 向量两个dot等于0 就是垂直的意思 那这些事实上在课本都有啦 只是希望大家有空好好去马上看一下 去理解一下 好 今天会出一个题目 就是那个simplest 不过我弄三阶嘛 所以你们至少算个四阶 对不对 记得要画MATLAB 我们要做simplink 跑一下 OK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礼拜到这里 我们这礼拜到这里